大家好 今天刚好收到了一位粉丝寄过来的贴纸 他给了我很多这样很漂亮的他在日本买的贴纸 超好看烫金的 所以我专门空了一个位置要来贴这个贴纸 第一光闪闪了 怎么这么好看 自恋脸一眼不合 直接开始上色 这个地方的现稿你们不要嫌弃我 上来就又是现稿是画完了的 一半是在我等这个餐点的时候画的 另外一半是用餐结束以后回酒店的时候在酒店里面画的 左边这个地方 我留了一张从店里面用完餐以后带回来的筷子套 打装筷子套在这个筷子袋里面 大家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和食物进行结合 片头曲忘记唱 第五集 在日本把旋转寿司吃了个饱 我一共去了两家旋转寿司店 第一家是我现在画的这一家是价格比较中端的 没有特别贵 我是觉得食材还比较新鲜的 但日本的导游告诉我说这一家其实是算一般的 我后面去的一家价格是这家的两倍 吃到的三文鱼之类的都有一种刚补上来的味道 我写的这个日文应该是旋转寿司吧 制烤三文鱼寿司 下面是我点了两团 两团 鲸鱼卧和三文鱼卧 唱我话的时候我会饿的那几位 你看到这一集的不要停 你要不先叫个外卖吧 万一这上船是在大半夜的 他吃了我的错 好像我在日本吃寿司又花了可能有个一万日元吧 希望这个视频我妈妈不会看见 而且很多时候是在我心知肚明我已经吃饱了 可是我明白我只要离开自家店再也吃不到了 所以我在吃的很饱的情况下 很坚持的依旧在吃 别人旅游是边走边化去的 不是边吃边化去的 别人化的是风景 我的本子摊开全是吃 后面有好几次 这个醋饭我真的吃不下了 我把这卧上面的砸虾什么的 就掀起来吃掉 最后走人 然后回来就吃土了 但是我又一想吃土怕什么 又不是之前没在吃 我都是边走边吃的 没有到那个饭点的时候 我如果入过便利店或者是服务区 我都会立刻跑进去买一些食物上的补给 你手里就算是看风景 我也是拎着吃着在看 以至于跟我同行的一位大爷 真的看不下去了 跟我说你不要再吃了 说我就是因为临时吃多了 正餐吃不下 不好意思我没有正餐吃不下这回事的 而且便利店里面 花花绿绿的包装实在是太多了 我差点就跟他讲 你不吃就是亏了 就跟打折的时候一样 不买就是亏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蛮鱼 蛮鱼蛮鱼很痒很痒的 再画就考虑了 爹爹学思看得见 这个贴子真的太好看了 我的眼睛一直不停地往那上面挪 累死了 累死了 夹一夹盘子上的我一样 我不要说我为什么 这几期都没有跟大家分享绘画技巧 我就想日本的这几期 其实是我认真补这个手帐来的 跟什么教学视频 没什么关系 二来是主要是我脑子转不过来 因为有太多的页面要补了 所以这个系列大家就放松一点 看看画面就好了 给大家放个假 不要想学习的事 金光闪闪的 现在我的右上角是一个银 我把它叫做礼盒装 先涂个盒子的颜色 我对旋转寿司 好像有一种之前就非常期待的感觉 因为我很想看蜡笔小星 我平时画画的时候 我会开着蜡笔小星当做背景音乐 蜡笔小星里面出现过很多次的旋转寿司 在东京也有吃到一家是 你记得捏寿司的大人 站在圈圈的中间 所以一直都很想吃一圈 回转寿司 应该是回转寿司 画着画着又饿了 我饭是不是没吃饱 你不知道这个叫什么东西 那种看上去不油腻的油炸食品 咬下去里面有像冰淇淋一样的那种东西流出来 口感有一点点像糯米团子 油炸长条条 里面有一点水水的 然后水分多的那个鲜的味道就会简单很多 还没有说纸蟹的腿好吃 这个鸽子里面是三个饭团 回来以后呢 我就说这样八分的寿司吃过以后 打算半年内也不会再出去吃日聊 谁提起吃日聊谁买单 好 坚持一下 画完这个盒子里的内容 就可以吃下一顿饭了 不好意思 我是一个根据饭点计划工作建筑的人 好 六集回转寿司到这里就结束了 六集想做什么来着呢 给大家一个预告 六集应该是去的东京逛首张店以及浅草寺 那应该是花钱草寺吧 换了算了 不要太把我的浴缸当回事 然后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 拜拜 回转寿司我点了 我吃给你们看 啊 干到我手了 妈蛋 啊 嗯 这呢 很小吗 他有 bench 你很好的 多少 他没有眼泪 有5000 猪黄 字准更agues 医生 详 都 Happ 夕 其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